这是达叔的遗作之一 当他再次出现在大化西游里时 相信每一个影迷都会眼睛发酸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部 《大化西游之缘起》 电影致敬了很多原作中的剧情 真的要大喊一句爷亲回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剧情 至尊宝出生在一个叫花果村的小村庄 父亲达叔是一个卖面条的 本来生活是一片宁静的 可至尊宝长大以后 总是梦见一些奇奇怪怪的画面 比如自己变成了奇天大圣 梦里还有佛祖和一个仙女 因此至尊宝总感觉自己是 奇天大圣的转世 每当他感觉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 大叔便会给他当头一棒 说你老爹我只是个普通人 生不出猴子的别做白日梦了 这一天至尊宝再次被大叔敲起 父子俩一边做面条一边唠着家常 就到这时他们看见一大批人 争嫌恐后的跑向同一个方向 大叔上前一打听 发现是地主牛大爷的女儿 今天要抛绣球招女婿 这要是被选中了 下半辈子的生活就不用愁了 大叔一听赶紧拉着至尊宝前去凑热闹 希望他能接到花球 从今以后像其他人一样好好生活 在大叔的坚持下 至尊宝跟着去了 今天这个花球 他们俩是在必得 很快牛小姐出场 大叔站稳马步 至尊宝踩在他手上 一个借力跳了起来 眼看着就要成功了 突然出现了一个姑娘 当场劈烂了花球 还说至尊宝是自己的点灯人 还没等他作合反应 牛小姐便揭开了面纱 好家伙 那真是奇丑无比 此时牛大爷已经出来找女婿了 至尊宝只能跟着这位姑娘 找地方躲起来 在这里他得知 姑娘名叫紫霞 他还有一个姐姐叫青霞 这姐妹俩都是佛祖做情的灯心 但他们总有一根会熄灭 那个人就是紫霞 他不想坐以待毙 所以偷了月光宝盒 想找到自己的点灯人 让其帮忙拔出紫青宝剑 这样紫霞就不会因为灯心燃尽而死了 可他如果不死的话 那青霞就得死了 人家肯定是不愿意的 这姐妹俩一直在互相厮杀 紫霞看见至尊宝后 脱口便喊点灯人 他一看这姑娘 跟自己梦里的仙女一样 也就没有怀疑 可是至尊宝使出吃奶的劲 都拔不出紫青宝剑 正当两人去喘吁吁之际 轻霞来到这里 二话不说将紫霞拿倒在地 随即便拿着月光宝盒 逃之夭夭 不服气的紫霞想追上去 结果发现自己的法力竟然丢失了 他一个不小心摔晕过去 至尊宝见状只能把紫霞先带回家 等他一睁开眼 看到的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面 旁边还有手拿擀面杖的至尊宝 紫霞当场就哭了出来 他一直以为自己的点灯人 是手拿金箍棒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可今日一见 怎么成了手拿擀面杖的爹小二了 正当至尊宝手足无措哄他的时候 门外来了一个老头 一进门就把达叔和至尊宝定在原地 他是冲着紫霞来的 原来这老头是天机阁的长势 当时紫霞闯进天机阁想知道自己的点灯人是谁 结果因此搞得天机阁天翻地覆 击飞狗票 而且紫霞使用月光宝盒的时候造成了时空混乱 长势拼了老命才追过来 只有把月光宝盒带回去 天机阁才能复原 得知自己闯了祸 紫霞也是十分愧疚 现在月光宝盒已经被青霞抢走了 所以他便打算跟长势一起前去追击 至于至尊宝 长势给出的解释是 至尊宝在另一个时空可能确实是紫霞的点灯人 但他在这里就是个普通的电小二 紫霞听后也不再强求摘掉至尊宝脑袋上的定身符 祝福他好好生活 随即便跟着长势一起离开了 随后至尊宝闷闷闷不乐的站在露台上 目送他们远去 他说明白儿子已经长大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紧箍咒 说至尊宝其实是捡回来的 当时跟他待在一起的还有这个紧箍咒 虽然心有不舍 但达叔还是鼓励至尊宝追寻内心 如果紫霞真的是他梦中的仙女 那就跟着人家一起去吧 至尊宝听后接过紧箍咒 眼含热泪跟达叔 到晚别后一路狂奔着追上了紫霞和长势 就这样三人开始一起赶路 至尊宝记得自己在梦里娶了那个仙女 所以他对紫霞有了一种迷义般的执着 中途路过一个算姻缘的摊位时 至尊宝还特意去算了一下 老头说他们俩可是三生三世的缘分 但是接下来的姻缘路可不好走 至尊宝听后没太放在心里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老头是越老变的 他悄悄给至尊宝和紫霞试了个小法术 三世后的今天 他们俩还会在这里相遇 之后至尊宝和紫霞在一面土墙上聊起了天 这个场景也是致敬了周星驰板 大话西游的名场面 当天晚上周围刮起了沙尘暴 三个人走了大半天 在前面看见一家客栈 于是便准备进去躲一下 殊不知青霞在他们之前就来到了这里 刚一进门 紫霞和长势就感觉客栈里邀气很重 果不其然 长势用法器一试探 就发现青霞被关在了里面 于是他便让至尊宝去做诱饵 诱惑妖精 等时机一成熟 紫霞就赶来帮忙 他们很快便见到一只巨大的蚂蚁精 以及被绑在这里的青霞 紫霞一脚踹开蚂蚁精 反手一键斩断青霞身上的绳子 拿上月光宝盒带着至尊宝逃跑 可蚂蚁精很快就率领 一大群小妖追了上来 眼看情况危急 紫霞不得不燃烧自己的性命施法 这才将那一群小妖烧死 但这种做法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而且最大的蚂蚁精完全没有受伤 就在紫霞绝望之际 青霞赶到这里 他们俩联手总算是击败了蚂蚁精 青霞没有抢月光宝盒 他知道一盏灯内只能有一根灯芯 紫霞再怎么做都只是无谓的挣扎 很快青霞离开 就在这时长势跑了过来 其实他一路上都在撒谎 当时紫霞在天机阁启动了月光宝盒 导致这里陷入混乱 长势从泄露出来的影像中看到 自己在不久后被降职了 他瞬间气不打一出来 自己兢兢业业这么多年 竟然会被降职 长势一怒之下 便吸收了现场所有小神的能力 准备抢回月光宝盒 逆天改命 甚至打算穿越回过去 把孕育孙悟空的七彩石抢走 这样长势就能成为起天大圣了 所以他才假意跟紫霞和知尊宝合作 现在真相大白 长势迅速出手将紫霞击倒 危机关头 至尊宝发现他掉了一张定身符出来 于是便故弄玄虚 说自己其实早就觉醒了 起天大圣的力量 只不过一直没伸张而已 长势对此半信半疑 至尊宝再接再厉 设计让长势踩在定身符上 随后往他的穴位上扎了根刺 这样长势就暂时用不出法力了 至尊宝趁机带着紫霞讨着夭夭 但他们离开后没多久 青霞便来到这 长势好说歹说 一把鼻涕一把累的 求他帮自己把身上的刺拔出来 青霞被烦得不行 随手把刺拽了下来 甚至长势却忘恩负义 用宝袋将青霞收了起来 另一边紫霞因为透析性命 太过严重 现在已经命悬已现 至尊宝急得不行 他拿着月光宝盒穿越到过去 想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人 能跟自己一起回去救紫霞 结果阴差阳错的来到一个山洞 这里存放着观音菩萨的画像 以及紧箍咒和金箍棒 至尊宝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求菩萨救救紫霞 菩萨听后没有回答 至尊宝已经回去了 紫霞的身体也已经恢复 据至尊宝所说 是菩萨大发慈性救了他 接下来他们得去水帘洞 七彩石就在那里 如果被长势找到的话 紫霞的点灯人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他们得去阻止长势 赶了一整天的路 至尊宝最终带着紫霞来到一处悬崖 水帘洞就在这下面 每多久长势也来到这里 至尊宝健壮直接拽着紫霞跳下悬崖 但长势也追了过来 最后至尊宝使用月光宝盒 他们三个一起穿越到了 另一个时空中的水帘洞 并在这里见到了七彩石 长势看到眼睛都直了 迫不及待的走上前去 可他刚要上前吸收法力 便被紫霞和至尊宝一脚踹开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长势也不管什么3721了 直接火力全开 准备杀了至尊宝和紫霞 然后独占七彩石的力量 至尊宝没有武力值 只能躲在旁边的石块后边 然后指挥紫霞作战 他们俩一唱一和配合得非常好 起初长势还能有刃有余的应对 但在紫霞的穷追猛打之下 他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眼看情况对自己不妙 卑鄙无耻的长势 便用青霞的性命 威胁紫霞和至尊宝 交出月光宝盒 虽然紫霞的确很想活下去 但他做不到眼睁睁 看着姐姐被杀 于是便交出了月光宝盒 长势紧跟着 就把他和青霞绑了起来 随后打开月光宝盒 利用里面的神力 将七彩石分割开 长势一脸贼笑的 开始吸收神力 至尊宝试图上前阻止 却根本不是对手 长势一而再再而三的 将他打倒在地 但至尊宝为了救紫霞 每一次都能挣扎着站起来 直到头破血流 浑身是伤 就在这时 金箍棒从天而降 直接将长势隔开 至尊宝则默默从怀里 掏出了紧箍咒袋上 一瞬间 属于孙悟空的力量 渐渐涌入他的体内 至尊宝收回金箍棒 变身成了孙悟空 事已至此 长势再无退路 只能选择硬钢 至尊宝会变身 他也会变身 长势摇身一变 成了一只巨大的石头怪 至尊宝飞起一棒 打烂了他身上的石块 但这些石头 很快就重新聚集起来 至尊宝瞅准 他们汇聚的时间 赶在石头复原以前 持续发起攻击 最后用金箍棒 将石块把它粉碎 长势也恢复了人形 论实力的话 他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是至尊宝的对手 可偏偏这家伙会耍阴招 利用紫霞做挡箭牌 趁至尊宝一分神 便上前吸收他的神力 可即使是凡人之躯 金箍棒也只能归孙悟空所用 至尊宝强撑着 挥动金箍棒 砸死了长势 但他自己也恢复了人生 至尊宝把月光宝盒交给紫霞 让他去找点灯人 神情恍惚之间 至尊宝想起了那一天 在山洞里观音菩萨说过的话 他说紫霞难逃燃尽的命运 只有点灯人才能改变这一切 至于齐天大圣只是个名字而已 谁都可以是齐天大圣 重要的不是这个名字 而是缘分 至尊宝相信自己是齐天大圣 所以才能获得金箍棒和神力的认可 他希望紫霞能拿着月光宝盒 去另一个时空寻找齐天大圣 因此拼了性命相助 可对方现在不想找什么点灯人了 只想穿越到刚看见至尊宝的时候 如果他们没有相遇的话 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但紫霞的性命透支的太严重 如果再使用月光宝盒的话 他会没命的 青霞不忍心见到妹妹惨死 于是便出手把他送了回去 这一次紫霞没有上前阻止至尊宝抢花球 不过他们俩之间的缘分是注定的 即使紫霞不过去 至尊宝也会回头 只是这一次紫霞没有跟他相认 故事最后 青霞跟紫霞暂时融为一体 化成了紫青宝剑 这样可以先保住他的性命 就在这时 至尊宝走了过来 看到地上的紫青宝剑 他随手就给拔了出来 这一拔彻底改变了 紫霞和青霞的命运 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让人欣慰的一点是 片中演员的演技都在线 没有很出戏的感觉 跟原著物比起来肯定是不行的 不过总体来说也还不错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原片哦